马拉松比在动辄十几公里 当然比的是耐力 不过过去也曾经出现过意外 而这次有马拉松的主办单位 在简章上他就建议 BMI如果超过30的人 最好不要报名 这点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是胖子歧视条款 不过有人认为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安全防范措施 胡秀梯小短裤听到上映向前冲 马拉松路跑比实力比耐力 不过有民众发现 新北市府今年筹划的活动中 疑似歧视非胖患者 落落长的条文中就有这么一项写着 要参加者是自己的真体状况 还说建议BMI值超过30的人 请不要报名 但这样的规定引发网友po文 热烈讨论 基本上就是说 对这个有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或者有一些这个 高风险的这种病人的话 当然是避免比较好 专家说BMI值高的人 确实运动会有相对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但BMI30到底是什么概念 举例来说 一传媒老板黎智英 国民党前中常委连胜文 艺人龙香白云都是榜单之一 而所谓的BMI值就是身体质量指数 把体重除上身高公尺平方 大于等于18.5 小于24都算是正常范围 以国人19到44岁来说 男生女生标准都在26.4 如果超过30已经是中度肥胖 体重对我们的关节 是一个相当大的伤害的车子 那么你常常这个超载跟这个不超载 那你这个车子轮胎 这个磨损 爆胎的这个几率当然相对就高 虽然爱跑步爱运动应该人人都平等 不过为了参赛者安全 主办那位递出规定利益良善 却意外掀起一波 歧视肥胖人士的少少风波 今天新闻王总监点 自台北采访报道